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軒830日日好心情 我是中軒地產I運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過橫琴的最新變動 關於金融島和金融服務基地 整個橫琴大約有8%的用地投入住宅 但橫琴陸陸陸陸陸陸陸 最近近期持續以一兩年的時間 一直在售的大部份都是以公寓類型產品居多 很多人一聽公寓會否就是40年產權 當然不是 其實公寓有40年都會有70年住宅的細單位 簡稱都會叫做公寓的 在我們國內 但今天跟大家說甚麼呢 40年和70年其實很多人會去糾結這些年限問題 但其實這個問題現在有很多相關政策 在前期我們都簡單講解過 這些40年和70年產權的問題 但今天就打算再詳細一點 跟大家講解現在國內的幾種情況 關於產權的問題 關於產權的問題 其實今天講到的就是不動產登記 不動產登記 很多時候很多人不明白甚麼是不動產登記 其實以前我們一直用的就是房產證 其實到現在國內已經說中華人民共和歌 不動產權限證明 其實這件事有甚麼不同呢 首先我們回歸回最初的話題 一步一步來 首先講就是這個年限問題 其實很多人會去糾結一件事 就是我該怎樣去做這個選擇 70年的住宅 40年或者50年的商業產品 大家要怎樣去做選擇 其實很多人會去糾結這個問題 但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上一年已經將這個物權法落實清楚 其實已經明確 這個物權法已經明確了公司財產的一個受保護權 所有未來所入手的大家這些不動產 包括了70、40、50年的不同的產品 例如住宅、公寓、住宅、商業、商鋪、寫字樓等等 這些產權其實都已經在我們這個物權法下 它已經會產生不動產 滿期後會自動續期 但在這裏需要注意的是甚麼 需要大家提前一年 打比方好像我們說 2023年我們的不動產就要到期 我們2022年就要去相關的機構 去辦理申請續期的情況 其實續期肯定會產生費用 但這個費用無論是甚麼類型的產品 無論你是買了住宅 買了商店或是寫字樓 或是這些小的單位 商業單位、商住商辦等等 其實最低最低都是15.61平方 可能你的單位100平方 其實都是1560元 以前我記得有一集Eason在的時候 都跟Eason問過這個數學問題 但最高其實是甚麼呢 最高最低是15.61平方 最高這個費用是多少 其實最高都不會超過五位數 其實它會停留在五位數 即是去到萬 99,990.99 幾個費用 不會超過10萬 不會超過10萬 就可以重新再續期 但這個續期 它必須有一個條件 第一需要提前 第二 你提前一年是因為甚麼 提前一年是你申請了之後 通不通過要提回政府 如果 國家對這一塊用地 對這一塊用地 沒有重新規劃 沒有一個新的發展 其實這個單位 就可以保留下來 你就可以完成 剛剛所說到的續期的費用 去相關部門 去做繳費 就可以重新去續期 但如果國家有重新規劃 需要進行拆遷的這個環節 商業產品 就是一個平方 賠三個平方 這個數字是住宅產品的三倍 其實住宅是1倍1.1 但商業是1倍3 所以其實 很多購買商業的 大家不用擔心 說真的 40年 我們去換個計算方式 如果你買的商業產品是40年 你買的住宅產品是70年 其實40年和70年中間差了甚麼 無非就是差了15元6一方 多了15元6一方 又或者不超過五位數 不超過五位數的續期費用 其實你已經說得難聽 可能我買一個40年的 我只需要加多 封頂加多99999.99 我就可以變80年 但如果我買70年 可能是甚麼 我就不用給不續期費用 但我可以使用70年 大家可以這樣 嘗試換算一下 這個數字真的挺耐忌的 接著我們看 其實說回不動產的問題 因為這邊我們也收集了 七個比較常見 關於不動產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不動產登記的一個程序 即一個手續流程 我們怎樣去進行 其實整個不動產登記 其實只有四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就是去進行申請 第二個環節就是受理 第三個環節就是審核環節 第四個環節就是登保 登保是甚麼意思呢 登記入這些相關的機構部門 這裡又涉及到 又延伸到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些登記流程 要在哪裏辦理 其實這個就是大家去 所購的不動產 即是你入手了那套樓 那套單位也好 商店各方面的產品也好 你在哪裏買的 就在那個區域的不動產登記中心 去進行辦理就可以了 相關的話 其實問回 基本上你在哪裏買的 打電話 去相關地區 去問回位置 或者在百度地圖一搜 就基本上都搜到出來 第三個就是這個 那很多間 如果買了很多間屋 那是否需要辦理很多不同的 不動產的產權證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不動產的 不動產權證書 它會有兩個版本選擇 而一個版本 其中一個版本 就是剛剛講到的 這個單一版 即是如果你有很多套樓 我選擇單一版 我每套樓就是一本 每個樓有一本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我手頭上真的有很多單位 即是好像我們最近的 港珠澳 港珠澳 港珠澳口岸城 有些業主 一拼金彈就30個 一買就叫做二三十套 那它就有很多半徵 其實不用擔心這些問題出現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 剛剛講到 第一個版本是單一版 第二個版本 它有兩種版本 第二個版本 就是一個雜成版 就是你有很多套很多套都不要緊 你有幾多套單位都可以登記在一本證書上 登記在我們不動產權證 這本證書上 就不同以前房產證 就硬性規定 一本證 就是一套房產的證明 現在就不用 現在是方便很多 很便利的一個做法 接著去到 第四個幫大家去收集到一些基礎問題 就是這個 很多人都會問到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問到 這個就是房產證和不動產權證有什麼不同 其實房產證和不動產權證 都基本上都包含了 都會有 但而且還在基礎上進行增加 其實分別增加了雷射區 即是可以識別增加 同時可以數碼等等 這些環節 是有的 接著還有這個單元號 還有我們這個每一套 剛剛說到有集成版 其實每一套單位的使用權限 裡面都會寫明 其實在說這三個特大內容 還有等等相關比較細的訊息 都會有增加 接著第五個問題 第五個所涉及到相關的問題 就是這個不動產的登記 對於我們其他購房者 或者叫做購買不動產的人 會有些和大眾市民 會有些什麼影響呢 其實這個證件 它升級了之後 它是會有 它相關保護條例 就已經有這個變化 其實它是首先保護個人的產權 很多時候以前的房產證 就叫做保護這一單套房 但是其實不動產 它是一個升級版 它保護到的 除了我們以往的房產之外 它還有這個土地的權限 土地的產權 還有我們臨地 即是農作物耕作用地 樹林 這些地塊 除了地上的房子 它連塊地 都是有所保護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對於我們大眾市民 其實有一個非常之好的 一個情況在這裡 然後辦手續的時候 其實拿著不動產證 更加方便 就不用跑這麼多的部門 然後去到第六個 收集到的這個情況 這些相關問題就是 不動產登記簿 就是剛剛我們第一個問題 講到四個環節 會有四個流程 最後一個叫登堡 就是登入這個不動產登記簿 其實不動產登記簿 和我們不動產權證 它有一個什麼關係 很多人會提到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關係就是 不動產登記簿 就是我們 我們由不動產 不動產中心去負責管理 和永遠永久保存 這個的話 其實跟我們個人不同 但是我們不動產權證 就是個人的證明 即是這兩個信息是相關的 即是你首先要去 不動產中心去登記 這個不動產登記簿 將這個信息登記下來之後 政府部門就會開放 一個叫做不動產權 產權證給你個人 所以一個是政府保管 一個是個人保管 就是兩種情況 但是無論你是進行房屋交易 或者各方面的情況的時候 所有的相關信息 都是以這個登記簿為準 當然了 其實正常情況下 不出現任何情況 登記簿上面 和你這個不動產權證上 什麼信息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交易的時候 這個相關機構 即是不動產權登記中心 它就會按它自己 去管理和保存的信息為主 接著去到第七個問題 其實第七個問題就是 這個不動產登記之後 是不是個個都可以進行 查詢到我的不動產信息呢 這個絕對不是 在網上其實很多人提到這個問題 會不會很透明 各方面 即是我的消息一下子 又被人提到 其實不會的 這個就是只有當時人 當然這件事是說 不會被人查的情況下 就是大家 不洩漏自己不動產基本證書 不動產登記 不動產權的基本證書 洩漏信息的情況下 這樣就不會有人查到 相關部門都會保存大家的信息 只會有當事人 和利害關係人 和這個相關國家的機關 可以依法去查詢 即是可能叫做大家 有相關欠款的時候 例如打比方A的不動產信息 如果他拿了產權做抵押 或者他在其他途徑借了別人的錢 但當他申請破產 或者沒有錢還的時候 被人起訴 這個就叫做利害關係人 起訴他那一方 就可以查詢他相關 可以申請走法律程序 去查詢他相關的信息 有沒有房產 可以作為還款的 一種情況 就是這樣 基本上 如果還有甚麼想了解 想咨詢 可以在我們評論區 最後留意 這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